這個男生他可能在工作上的時候 可能他的工作要找一些系統商 要幫他做什麼事情 然後那女生說 我有資源 然後他就是非常的有那種照顧性 然後幫男生去 就是去 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 這個男生他其實就是加班 加班了之後 可能晚上9點多 終於下班了 然後就跟女生說 那個我終於下班了 我想要去吃點東西 然後女生可能就覺得 女生很早就下班 可能7點多就下班了 然後就說 你要去吃東西 可是我就是 我有時差 我現在覺得好累 可是我也好想你來陪我 這樣子 然後後來男生就說 可是我真的 就是工作完 我真的很需要好好的吃一頓飯 那你要陪我去吃嗎 然後女生就一直唉唉叫說 蛤你還要去吃 可是我真的很餓 你真的要去吃嗎 那可不可以快一點 那我們去吃 我們快一點好不好 男生後來就覺得有點 其實有點受不了 因為其實男生某種程度 也會覺得說 唉其實女生很照顧他 幫他做很多事情啊 然後幫他找很多的資源 其實是很感謝的 但是當這個時候 就是他很需要一段時間 好好的去休息放鬆的時候 還有這個需求 其實他很明確告訴女生了 但女生也的確有一個明確的需求 是我需要被陪伴 因為我覺得我一整天等你等好久喔 那我只是要你 就是晚上可以來陪我 然後我們也許我要一起睡覺 就這樣子 因為有這麼難嗎 然後後來男生就真的受不了 就說 嗯 還是我們改天 就是我真的現在很需要好好吃一頓飯 然後 女生就後來就開始該說 沒關係沒關係 你來你來我陪你去吃 我陪你去吃 對 所以其實從這件事情 其實我這件事情 我跟很多人去討論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這男生也太小氣了吧 那女生幫他做這麼多事情 為什麼就是只是去陪個他 然後一起吃 趕快吃頓飯 然後趕快陪女生回去睡覺 有這麼難嗎 對 可是我其實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去想是 其實這就是在關係裡頭 像剛剛鄭大哥講的 我們很需要的是尊重 並不是說女生現在就是 無條件的給了男生 這麼多這些好處之後 男生就應該捨棄自己的需求 去符合女生的 但是女生他某種程度 就會有點仗勢 你看你那些系統商 你那些資源不都是我幫忙你的嗎 我們給人家有時候給人家很多 其實反而給人家壓力 對 就是好像我變成 這個男生需要大量的去回應 女生所帶給他的這些好的時候 其實男生到最後會想要逃走的 沒錯 這個H你曾經教我 如果要網過一個女朋友 對方的貼心據說也讓你很有壓力 對對對 你今天講的是第幾個 三百二十六 這個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大概三百二十六是一個贏 差不多 差不多 大概是研究所那時候 就是剛剛還沒有 就還沒有賺什麼錢 有一些打工的收入這樣 所以身上錢也不多 交了這女朋友很快的 認識沒多久之後就交往 然後交往之後 他就很喜歡我 就很熱心 他就說 那我們趕快找一天 跟我媽他們吃飯這樣 那我說好沒有問題 他說可是跟我媽他們吃飯 我覺得第一印象很重要 我希望你給我媽很好的第一印象 然後他就把我拉去保護公司 我說要幹嘛 他說我媽喜歡香水 我們買一瓶香水送給他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摸摸自己口袋 就嗯 好啦其實沒有幾張你知道紙鈔啦 但他就說要買 我就好那就去吧 所以說走了走了就在很貴的 名牌的那個專櫃什麼 前面停了下來就買了 買了一瓶香水 我想說OK這樣夠了吧 第一印象 結果就去吃飯了 因為他他約我去吃的嘛 然後去吃飯的時候 去吃飯之前 大概前一個小時 他忽然就開始有點 猶豫不決 然後很躊躇這樣 就是不知道 好像想跟我講什麼 又不想講什麼 後來他就跟我說 寶貝這樣 我想跟你借個幾千塊 我說要幹嘛 他說我不知道 我這樣想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你第一次跟我 我家人吃飯 你應該要請客才對 但我又不好意思 直接跟你講 所以你先借我幾千塊 我來出 然後我跟他們講是 是你出的 是你請客 然後我聽一聽 我心裡想是 就等於就是我出的 有什麼好借不 對 沒什麼借不借的問題嘛 所以當下我是有點 李志倩有點斷這樣 但是他又把我拉住 他說他真的是為我好 然後我當然 因為他那時候 他們家人來了 也到那個餐廳了 我就好吧 我就硬著頭皮 就把剩下 身上真的沒有多少錢 結果後來也付掉 可是後來就知道說 原來這個女生在家裡面 從小到大就是 中男輕女的一個家庭長大 所以他很想要藉著這個機會 讓他的家人知道說 我交到一個很棒的男朋友 他出來會出錢 會出力 他會很照顧我 他想要證明這一點 給他們家人看 但殊不知 這事情對我當時我來講 因為我後來回想就是說 如果我當初我經濟裝備好的話 我可能對這事情 會覺得沒有那麼care 因為反正小錢嘛 錢可以解決 不是這麼大問題 可是在那個時候 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到最後 就還是分開了這樣 對 阿德你對H這樣 有沒有什麼評價 好 就是反正 他就是要透過戀愛 不斷的戀愛來成長 我跟你講我覺得說 我覺得說 比如他剛才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知道每一個人 每一次的戀愛 其實都是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因為你每個人都來自一個 不同的個性 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背景 對 然後我覺得這每個考試 我覺得說 你就想一想說 反正因為我很愛一個人 我才可以在這個戀愛的心情裡面 花心思去認真去解決一些問題 是平常我不會去解決的 對 也不會去care的問題 這就是伴隨戀愛來的 一些代價 然後這個代價說實在 你只要正面來講說 這個是一種學習 我平常是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不會認真去考慮這個事情 這件事情可能就可以化解掉 不然的話 他這可能就是變成 你們分手的一個地雷